基隆市第一座宠物公园非常有可能将会落脚在碧沙鱼港 积极推动宠物公园的议员们都很关心 也要求主管单位 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一定要做好规划 将在碧沙鱼港来设置基隆市第一座的一个宠物公园 那本习在过去其实也跟我们渝会的理事长及陈文青总干事 也针对于这个空间来多做的一个讨论 那当初其实就是以目标以碧沙鱼港的一个草坪 来划分大狗区小狗区的这样的相关的空间 让我们的基隆市的一个宠物 它能够有一个适度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域 那这些部分也感受 也谢谢我们产发处的一个支持 让这样的一个计划有可能来做一个实现 那真的感谢产发处在本习已经追了三年多了 现在已经看到基本上有个定案了 将会在碧沙鱼港要做一个宠物公园 那这部分其实我包含我自己本身有到台北新北的宠物公园去看过 也有去找台北市的宠物 那个宠物协会的理事长有跟他们讨论过 好像也在我们评估委员之一嘛 也有跟他们去讨论过 那这部分的话可能也要请我们产发处 在这一块的话可能要多加用心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市长在公布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有接受到很多毛爸毛妈的反应 他们看到说总算第一座宠物公园 好像开始要动工了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长 黄建峰达巡使也强调 有人很喜欢狗 有人很喜欢猫 也有人都不喜欢 一定会多方面沟通 如果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目前评估说碧沙鱼港 它是最有可能也最有机会在法律上面 在整个用地取得 那管理机关配合的情况下面 是比较有机会能够脱颖而出的第一个选项 那刚刚张议员提到 包括外木山包括几个公园 其实都在陆续后面的候选名单之内 那我这边也要特别说 因为宠物公园 我们不是说找一块草地 那把柵栏围住就算了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公听会 或者是等等要跟地方的居民 包括邻居来做沟通 因为有的人非常喜欢狗 那有人非常喜欢猫 但是有的人也对于这样子的设施 他不见得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会 做好相关的沟通之后 因为包括几个公园 其实它都是邻近于在我们住宅区里 都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里面 那这个我们会比较审慎来评估 那碧沙鱼港因为它是在鱼港区里面 那相较于这几个候选场子的话 它的这个居民的问题就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们目前是优先会先来出 先来跟碧沙鱼港 这边跟渔月署跟渔会这边 在做进一步深入的沟通 那规划的部分 您放心一定是会朝向 让大家都让毛爸妈妈都可以满意的方向来去做规划 如果要做的话 我们会做到最好这样 黄建峰强调 碧沙鱼港列在最优先选择的地点 主要还是距离住宅区比较远 也比较不会影响到当地居民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